台 各种各样的障碍之中 最主要的障碍 是来自于我们心中的独正见 为什么我们没有如理依止施障的证物 因为我们心中这些不正见的障碍之故 就算上师是佛 你也没办法看出他是佛 佛的圣意 也就是法身佛 是受无量悲心所包围的 他所原念的 就是要救度一切众生 所以很确定的 佛绝对会带领我们 及一切友情臣服 佛是怎么来教导我们 救度我们的呢 根据我们心的层次 他会实现不同的项 来教导我们 只观上师的功德 不观上师的过失 才能让我们真正在心中 生起如理依止 师长的证物 连花生大士曾经说过 一切修行证物的来源 来自于如理的 依止上师 要将上师 要将上师视为佛 上师是三宝的本源 二 如同嘎当派的博多瓦格西所讲 你对上师有大一指心 就能在修行上有大证物 你对上师有小一指心 在修行上就只有小证物 我们要将上师视为佛 而只观上师的功德 不观上师的过失 能够这样如理行持 一指心非常稳固的时候 就能够得到上师的加持 果报时 整个菩提道次第 一直到成佛的整个证物 都可以在你心中生起 如果你能够将结了法源的上师 视为佛 并生起很强烈的一指心 当你的心远念在 这样的状态的时候 去观修念死无常 很快就会有很强烈的 绝受生起 当你真正对上师有了很强的一指心 要调伏烦恼 就会变得非常容易 当你对上师的一指心很强的时候 再去听闻佛法 不管讲什么法 你一听 就很容易有绝受产生 跟你的心很容易相应 主理一指师长的真正意思是说 我们好像完全对上师投降 完全受上师的调伏 完全遵照上师的教协去做 这种一指必须非常稳固 你绝对不能让你的心 跟着你的我爱之种 只能跟着上师的教协去做 当你心中对上师一指心不强的时候 去听开示 心中也不会有什么绝授 就像把水洒在石头上 水根本没办法软化石头一样 根心就是完全不相应 不会有什么绝授 由这个经验就可以发现 一切修行成就正无的来源 端赖于你的一指心 有多强而生气 这样如理一指师长 你就能够得到圆满的成就 能够圆满地承办你的事业 能够成佛 承办这一世 未来是一切你需要承办的 也能够真正地利益你自己 并利益一切众神的需求 中科巴大师说过 如果你将上师看成是反复 看成是具有苦 而且有过失的反复 光是对上师起了这样的念头 就会造成你修行成就上的障碍 对于跟你结过法缘的上师 如果你去毁谤他的话 果报等同毁谤十方祝福 上师是三宝的本源 三 帕崩克大师 在掌中解脱中也讲到 如果我们对上师 没有很坚定的一指心 对上师有称心 邪剑升起的时候 道次第里面 所讲的八种不如理 一指师长的过患 就会马上升起 对已经结法缘的上师 起称心的时候 看你对他起称心的时间 有几秒钟 同等于秒数那么多节之久的时间 你将跺在无间地狱当中 受无间地狱的疾苦 当你对上师起称心的时候 同等于起称心的秒数 那么多节的时间内 你所累称心都会被你对上师所起的称心所摧毁殆尽 你获得证悟的时间都要延后那么多节 对上师如礼的一指心 对上师如礼的一指心 其实是对我们最重要 最不可思议的保护 对我们的心 对我们的修行 都是不可思议的保护 对于我们要结法缘的上师 应该要去观察他 是否具有十种功德 一 调服 二 极静 三 静极静 四 交付 五 达实性 六 得增上 七 善巧 八 悲悯 九 聚精情 十 远离厌患 本者九种心态 修习一指上师 四师九心 一 孝子心 应如孝子 完全奉行上师的浴室 丝毫不违背 二 金刚心 即使魔类 恶有离间自己与上师 应如金刚柱 永不分离 三 大地心 凡是上师赋予的工作负担 四 铁为山心 一指上师 而受苦受难时 应不动如山 五 王浦心 十 irlans 二来 三 ben 二中